礼上往来求人办事的精髓是什么 一 送礼不求人 一定要记住这点不可逾越 二 找关系好的朋友帮忙 要厚送礼 关系好就意味着感情深 双方彼此都很信任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只要你开口且对方容易办到 几乎都会答应 而等事情办完之后 无论成功与否 作为朋友都应该给对方予回报 千万不要因为关系好就忽略了回报 人与人之间无论关系有多深 都应该注重礼仗往来 有来有往那才叫来往 一味的付出 一味的索取这段关系迟早会崩溃 不过有时候你太过刻意的送礼 反而会显得有些生贩 如果是他的举手之劳 好朋友之间的回馈方式 那就是请吃饭请喝酒 因为关系摆在那里 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其他的话不多说 一切都在酒里 三 无关痛痒的小忙 不必送中礼 人与人之间不只是只有利益关系 更多的是需要感情来维系 有了感情基础 什么事都好说 如果你送的礼物太过贵重 反而容易伤害彼此的感情 尤其是在面对自己好朋友的时候 举手之劳 其实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即使你啥也不说 对方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只要你能够弃出这份人情 日后肯定有还回去的时候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皆是如此 平日里相处甚多 互相帮忙在所难免 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 恰好能够增进感情 点击左下方链接 了解我们为你精心打造的理尚往来